还原金普聪更上罗志强 徐巧新自爆是传话人 跟大家公开认错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于7月23日抛出执政大联盟的说法 也让过去提出政党轮替大联盟引发争议的立委参选人罗志强直呼还了清白 随后前总统马英九友人陈长文 也有在野整合的类似倡议 然而侯友宜进办执行长金普聪25日 却因此直接在节目点名罗志强开轰 对此台北市议员徐巧新28日自爆 他就是帮金普聪跟罗志强传话的人 徐巧新28日在节目提到 罗志强跟金普聪吵起来是他的书师 先公开跟大家认错 徐接着还原释放情况 称一开始是金普聪打电话要他传话给罗志强 但徐想要当面跟罗陈述 所以等了两天在一个场合接触到罗后 才把金的意思转达出去 徐接着表示 罗志强在接受到金普聪的讯息后 当天很晚才给出答复 还没等到他跟金普聪说 隔天一早 金 罗两人就已经吵了起来 徐巧新强调 非哥传说 鸽子非太慢是鸽子的错 请大家高抬贵手不要再吵了 但他们可能都有鸽子的立场 这个我不管 要继续也没关系 但我的错我承认 又单引号 此外 对于国民党现在高度紧张 徐巧新也表态 党部应该要给小鸡们比较清楚的规范跟红线 但徐也喊话 现在党内氛围不佳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隔岸关火了 小心再小心 如果党内有个别参选人对于自己的政治判断不太清楚 那或许应该先回避一下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